接着我们第二个讲的问题就是有关学童自杀 学童自杀他很严重地读一读近两个月的学童自杀案的情况 要特别讲讲有很多报章都不注重报导 或者不注重记录学童自杀这件事 所以形成很多报章讲的中数 讲学童自杀的数字都是偏低了 有些报章讲只有五中 甚至只有六中 实际上我们所数了 2021年9月13日有一个男童在沙田自杀 自杀身亡的 他只有12岁 接着9月20日有一个男童在葵青 他是17岁的 也是自杀身亡的 9月22日就是两天之后 有一个15岁的男童在官堂自杀也是身亡的 接着7日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9月29日 也有一个8岁的男童在元朗自杀身亡 接着10月2日就是3日之后 有16岁的女童在北区自杀身亡 接着5日之后 10月7日有一个16岁的女童在元朗自杀身亡 接着10月16日大概9日之后 有17岁的女童在王大仙自杀身亡 接着在官堂10月19日就是3日之后 另外一个12岁的男童自杀身亡 接着6日之后就是10月25日 在官堂另一个17岁的男童自杀 不过他就僥倖 他就情况危残 没有结束他的生命 接着1日之后在屯门发生另一宗自杀事件 有17岁的男童在12月26日自杀身亡 接着在11月11日就是昨天 有一个13岁的男童在性药室书院自杀身亡 在官堂区 就是说最多自杀的地区 我现在告诉大家 官堂区在过去那两个月是有报章纪录的 我们是搜寻了报章纪录来的 就是无论他自己在屋企就是自杀 又或者他在学校跳楼也好 基本上在官堂区暂时是最多的 连着昨天升约室那宗案案事件 官堂区总共有4宗自杀事件 接着就是元朗区和屯门区 即是元朗和屯门两区一起合起 就有3宗的 北区就是有一宗 另外沙田葵青各有一宗 就是说过去其实那两个月 是全港有记录 暂时有记录 就是我找到报章有报道 而整合的出来 是总共11宗学童 就是说teenage 就是18岁以下的人士自杀 18岁或以上我都不算了 11宗当中有10宗是死亡 有一宗是僥倖危腿救回的 整件事可以反映到一点 就是香港学童自杀 就是由9月13号 去到现在11月12号 那只是两个月的历程里面 是总共11宗的学童自杀 这11宗中有10个是走了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 尤其是它全部在开学之后 那就是说呢 在过去我们发生过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很多学生是不需要上学 那需要在家里用Zoom上课 那相对是一个自由的气氛来的 相对是一个自由的学习气氛 那究竟在Zoom的过程里面呢 它是不是另外打电机呢 或者Zoom的过程里面呢 它是在做什么呢 那其实呢就是没人知道的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学业的成绩上面呢 Zoom上课呢 的而且确呢 是令到大部分学生呢 都是没有一个大的进展的 那很难呢 就好像平时上学那样呢 有一个压迫 有平时的试验啊 有考试啊 有书啊 有一个quits呢 去推动着他们 那就是说呢 简单说 学童的特色呢 就是大部分学童呢 其实时间管理方面呢 都是比较弱的 他们比较呢 就不懂得呢 自己分配时间 或者自己呢 就对着 接着可能两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之后的考试呢 是铺牌好自己的学习 或者呢 就自己的温习之间 而导致呢 就是在 如果在没有学校管理之下 他们可能面对着呢 是更加大的一个呢 就是学业成绩的退步 好了 接着开学的时候呢 他们就面对另一个处境了 第一个呢 就是在开学之后呢 他们从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呢 回到一个呢 就是受到呢 香港那种压迫性 以及那种高校管理的一个学习环境 回到学校要守校规啦 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啦 另一方面呢 就要准时上学准时放学啦 或者甚至要留堂啦 又或者呢 就是跟着就多了很多测验 学校考试密书这些这样的压令啦 那跟他之前那整年多时间呢 是完全两回事 那跟着呢 就他们面对着呢 更加呢 可以看看学生的年龄啦 那特别讲一讲年龄啊 在17岁的学生呢 在这11宗的案件当中呢 官堂占4宗是最多的 在另一方面呢 是那年龄分布呢 在17岁 那就是准备很可能呢 在未来一至两年呢 考这个DSE的学生呢 是总共有呢 就是四个是17岁 四个啊 17岁 那另外15或16岁的呢 另外有三个 那就是说呢 在接近月接的考DSE 总共有11宗 17岁的有4宗 另外呢 15、16岁的有3宗 总共有7宗的案件 11宗的自杀网里面有7宗的案件 是集中可能在中4、中5、中6 这一个是级别的 而中4、中5、中6的级别呢 就正正在准备考DSE的一个年龄来的 也都可以反映到呢 他们在学习的压力是最大的 那也都知道呢 DSE是本身他们前途的一个寒暑表来的 考得好的可以入大学 那某程度上呢 是传统觉得呢 他们可以继续升学 还有一个好的前途 那考得不好呢 传统上觉得呢 他们出去社会做事呢 相对说呢就会难了呢 就在社会阶子爬高 那这个可以反映到一点 就是说呢 疫后之后 大部分学生呢面对着现实了 回到学校环境了 他们开始评论呢 自己原来呢 过去那年纪呢 浪费了少时间了 是跟着发觉呢 自己呢 就跟不上学业的水平 跟着呢 就面对着测验考试密书呢 他们跟不上 跟着呢 就会面对着家长或者老师 自己被自己压力 第一个呢 就在学童成绩方面 第二个呢 就在环境方面呢 他家里一个呢 就是非常熟悉 而且呢 就是自由的环境 去到学校呢 一个受监管的校规的环境呢 就在环境上面呢 他多了很大的压迫 那就是过去那一年多的习惯呢 是很宽松的习惯 那变成了呢 就需要很准时 以及受到很高效的一个呢 就是压迫和管理的一个环境 而跟着你看看呢 11单 就是过去发生的11单案件当中呢 是总共有4单17岁 有3单15或16岁 那就是说呢 正是15岁以上 就是中4、中5、中6 这三个级别呢 是占了11单当中的7单 那就是说呢 学童自杀当中呢 他大部分人呢 可能有思考的 那思考就来自他思考给他的压力 就是包括功课上呢 包括前途上面呢 包括未来DFC考试的成绩上面呢 可能思考到呢 他没有办法呢 是解决到 放释放到自己的压力 那从而呢 就想了轻生的年头 那这个呢 退缩本身的代表呢 就是他们本身的心智 或者本身的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呢 是不高这个学童 就是说Teenage的特性了 那第二个情况了 就是学校在这方面 其实会不会给些太大压力给学生呢 那老师和学校一定很紧张的 因为老师和学校呢 一定在一个DFC的历程里面呢 由中四、中五、中六呢 都一个就有铺牌 有一个schedule 有一个planning 有一个规划 去给学生 但是当那些学生 在过去那一年多呢 是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是可以这么说 他花了很多时间呢 在这些不等待的地方 他不是未必会很稳致 但是呢 就因为没有人扶持 没有人阶纳 所以整个历程呢 应该是浪费很多时间 但是接着回到一个现实世界 接着加上学校的压力 加上学校告诉他 你如果再不努力呢 你现在考不了了 接着读不到大学了 这一方面呢 在生涯规划方面 究竟学校 或者教育局 应不应该告诉学生听 其实呢 读书不是一定呢 就是成功的唯一锁示 出了去做业的很多人 是读不成书的 只有读不成书的 而成功的比目皆是 而读不成书 在做业过程中 翻转头去读一些 part time evening degree 或者part time evening master的 带有人在 香港呢 现在的大学 本科生 全职的本科生 就是full time本科生 还有呢 就是跟着呢 就是part time evening的学生 几乎一比一的 那就是说呢 你今天 你跟着来着DST 就算考得不好 就算进不了大学 不是代表人才玩完的 你跟着还可以呢 就是继续 就是在工作上面 找到自己的成就啦 甚至乎呢 有些人呢 是自由工作来的 网上的KOL成功了多少 很多人成功的 我一样 不一定 那个样貌很飙轻的 不一定 那个样貌很特殊的 其实网上很多人 是很成功的 你打机可以成功 你可能呢 就是去一些 不如施浪真那些玩也很成功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灌输给学童呢 就是你不读好的书 不考好DST 你一定没有前途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既然我们看到 11宗的案件当中 15到17岁是占了7宗 而官堂区占了4宗 官堂区呢 也都知道是比较贫困的区域 那官堂区呢 在这个昨天的 新闻里面被人点了名的 那就是说呢 是一些比较贫困 就是说父母呢 很难 take care 的学生 就是比较家庭呢 是没有父母 父母都要出去外照 出去工作 没办法呢 就是很照顾学业的一些学生 加上呢 就是年龄层面 17至15岁 就是说呢 是准备考DST的学生 那这两个特色 就是说呢 他本身的家境呢 是相对没那么好 现在或者是甚至是基层 那就可能呢 没有人能够去 他保责 他呢 就面对着处境都不知道怎么办 加上呢 他准备要认对DST呢 正在这里都占了七成 就是说呢 无论呢 在这个区域上面呢 包括官堂啦 包括了呢 就可能是有部分啦 在北区啦 在元朗区啦 可能呢 葵青区都是一些基层 那而加上呢 就是15至17岁的 自杀的一个呢 就是中数当中 是佔了七成 那就是说呢 应该政府 应该看到 应该教育的机构 应该看到 应该学校应该看到 应该对症下约 应该就着呢 准备考DST的学生 做适当的辅导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 就如果有一个学生 在校园自杀 学生的资讯传得很快 跟着他们会多了个概念 自杀是其中一个选择 放弃是其中一个呢 选择 还要在学校里面放弃 那接着呢 第二件发生的时候呢 可能对其他一些呢 现在心理上 或者在思考上面 很大压力的学生呢 是其中一个呢 他觉得可以释放自己压力 的一个方法就是放弃 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那会不会学校 会不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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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关的教育机构 或者有关团体呢 包括马会呢 那我知道马会 都放了很多心理学家呢 在学校的 会不会呢 其实在教育局的统筹 有一个大型的运动 是第一个呢 就在疫后之后的复课 是特别告诉所学生听 学校成绩 是可以被你追的 那大家呢 包括学校在理 不要给那么大压力 给学童 而导致学童呢 是自己承担不了的时候 是需要自杀 是选择所以要放弃 第二了 就特别说DSE 政府在DSE方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适当的安排呢 据知啊 DSE不是用 就是拉Curve的 DSE是计分制的 就是说你考到那个分数 就是那个grade 就并不是拉Curve的 就是以前呢 会考拉Curve的 就是全港成绩的平均拉Curve来的 会不会DSE 是转回拉Curve呢 会不会呢 就是找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你考的成绩 如果是100分来说的 在大部分来说呢 只是考到60分的 那其实60分呢 已经可以拿到一个credit 就是拿到一个A 跟着呢 如果是60分以上呢 A升升和A升升呢 60分以下呢 才是呢 就是再差成绩呢 跟着呢 现在不合格的分数呢 可能一直降到呢 二十年三十分都是没顶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政府是不应该考虑 是因为疫情之后 而导致影响了 足足有三年的学生呢 是考DSE可能会出现的困难的 会不会将DSE 变回一个line curve呢 变回一个呢 就是跟standard deviation 去做一个平核标准呢 就不要再只是跟分数呢 使得那些学生呢 可以输坏 就是说我给大家平均的分数呢 我处于一个 是大家平均的level呢 就可以拿到某个grade 就不是说呢 就是究竟呢 就拿到某些分数才拿到呢 就是哪些grade 那这个会不会是 令到学生输坏一点点呢 起码学生会知道呢 就是其实政府啦 教育机构呢 都是关于他们的 也都是对有对应呢 就是究竟DSE如何面对 或者对应呢 就是疫后之后DSE如何面对 而第二了 就是究竟呢 学生 学校 应该是这样 学校和家长 是有什么signal呢 可以见到那些学生 有机会是出现呢 学业或者其他方面呢 带给他们的情绪的问题呢 会不会呢 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有些心理学家 又或者呢 就有一些权威性的一些机构 或者呢 香港的教育 是出来告诉大家听 可能学童呢 自杀呢 是会有些什么征兆 那就令到大家呢 家长好 教师好 学校呢 可以留意着那些学童呢 如果有这样的征兆的话呢 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呢 比如有一些心理学家呢 或者呢 学校有一些社工呢 是帮忙舒缓住那些学生呢 令到学生不要那么大压力呢 每一年呢 其实都一定有学生有压力的 本身香港也是一个制度呢 去丢阅一些呢 有压力 尤其是公开市有压力的学生 但是另一方面看 现在既然在过去两个月有11中 最少11中的学童自杀 当中呢 15岁或以上 就是中5或以上的学生 准备凝对DS学生占了七成 有七个 又或者呢 官堂区有四个 那会不会我们应该最静下药 我们assume 现在呢 出现高危的 有自杀倾向的学生 或者不是太多 你学十个学校的教育那个呢 喂 我很多学生的哦 几十个学生哦 当中只有11单哦 这个不可以这么说 事实上是多的 有不可以就是说 喂 对着一些呢 就是贫困的学生 多些支援呢 给学校帮他们保护呢 又或者学校呢 不要再这样压迫学生 不要吓一些学生 就呢 或者甚至乎呢 政府呢 是可以在DSE里拉脚 那令到那些学生呢 输坏 那就可以减低学童自杀的倾向呢 当然昨天那单只13岁而已 可能是另一件案子 也都可能因为学校压力 那大家 教育局其实有能力呢 去调查 究竟呢 这11单学童自杀 它背后有些什么可能性 譬如呢 学校面成绩有问题啦 面对着学校压力啦 又或者甚至乎 在数据上面看 17岁有4单 16岁和15岁有3单 那就是说呢 他们都可以面对着 来着DSE考试 他们反而决定逃避去放弃 放弃人生去放弃 那这个呢 在DSE的关 DSE的这么大的结里面呢 政府可以做事的 那包括改了Line Curve 也都包括了呢 就是学校给多些资源下去呢 就是给学生补课啦 又或者甚至乎呢 不要给那么大压力的学生 不要给那么大压力的学生 在人生规划 在一个生涯规划上呢 是可以告诉学生听 就算读不到本科 你将来还有机会用part time evening 那由那个数据上呢 part time evening 包括他做master 都可以读batchel 还有呢就是本科的batchel 其实学校的人数几乎一比一 甚至乎呢 野校人数比野校还多 那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呢 不要想着呢 一定考完DSE之后呢 是升学大学是唯一出路 那出来的成功的人很多 那另一方面呢 会不会有些成功的人士去猜解那些学生呢 就是说我DSE考不好 我现在又可以很成功 会不会这样呢 给一些案例给一些大学生呢 或者给一些中学生呢 又或者呢 就是甚至乎呢 就是特别加强了 对于这些学校的 一些奋斗 不是一些奋斗 一些是培训 或者老师的培训 去令老师呢 可以察觉到那些学生的情绪的问题 而将呢 就是他对症下约了 这个学童的自杀呢 是不是没得揭指的 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的 教育局应该呢 就是提起空堂出来 养洪你不可以再躲起来 不是你出了memo给学校呢 就是学校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持份者 学校要处理这些问题 不可以这样的 你应该告诉学校呢 现在你的数据分析 究竟有多少%的学生呢 是可能牵涉DSE的压力 接着你本人 应该在DSE的考试上面呢 可能做个决定 就告诉全港人听呢 我改做Line curve 如果那个Line curve呢 相对学生会想到公平的 因为全港学生平均水平去看的level 就并不是就在某个学业水平呢 才要给某个grade给你 那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法 那你就希望呢 政府是特别呢 就看着学童自杀的中数 总数单 那就是希望呢 政府呢 是从事而留了 尽快呢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不要躲起了 那也都不要觉得这个问题 处理不了的 你只是提到数据分析体呢 DSE的学生面对的风险就大一点 而且呢 就是贫困的学生呢 没有补习的学生呢 面对风险就大一点的 那所以呢 这两方面呢 是一个indicator 去留意究竟呢 有没有其他学生呢 在情绪上 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 还有特别呢 就是学校不应该呢 是告诉学生听呢 考虑不到DSE人生就完蛋了 这个根本不是这样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 不是等于一定考工开始好呢 或者进到本科呢 他人生就很美 不是的 或者回到最后讲了 考到本科 当人生可能好一些了 有些保障了 但是考不了的 进不了大学的 可能在外面工作的话呢 他如果只要努力呢 他一样可以用野校形式进到本科 甚至做Master 也有很多例子呢 就是出来做事呢 一样可以赚很多钱 一样可以出人头 一样可以成功 一样可以成家立室 所以这些人生规划 或者这些有关人生规划 或者有关读完书之后呢 是毕业之后的人生的历程呢 应该呢 教育局找多些人来分享 那你就不要呢 就脚起手觉得呢 读学同志生做不了事情的哦 我叫了学生 要留意的啦 那就是这么多了 不是这样的 最少在DSE方面呢 你要考虑呢 公布改为Line Curve 那令到呢 那些学生的情绪 获得舒缓 减开压力